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隨訪用具 這套鍋我們在卡士古買的 最近有貨幣 這個價錢 接近五十元 這個是日本產的 雪餅鍋 一套兩個 大小尺寸 也是很適合家庭的使用 裏面有說明書 它的質量 是比較好 大小尺寸 也是適合家庭的使用 它用來煮湯 炸東西 就非常方便 好像炸狐角 炸鹹水角 煎堆仔 這個烹調尺寸比較合適 它是不鏽鋼 而且 它不需要太多的油 如果我們用鐵鍋炸 它就 耗油量 就比較大些了 再接著下來 我們介紹一下刀具 這把是拍皮刀 是陳之記的 這些刀呢 我們也是在香港買過來 在這邊 可能就比較少了 如果在點心的專賣店 也是應該有得賣 這把就是骨刀 也是陳之記這個牌子 就專門用來剁骨 這把就是骨刀 就是我們專門切肉 切菜 它比較薄 而且非常鋒利 但是它不可以切硬的東西 帶有骨的東西 不適宜使用這把刀 這把刀它薄 但是切不到硬的東西 這兩把就是德國產的商人牌 這把就是文武刀 可以切大骨的東西 以及切肉 旁邊這把就是桑刀 只能夠切肉切菜 如果愛好美食的朋友 隨訪添置一套這些刀具 和餐具 煮上來就得心應手 也是非常方便 它也是內容品 雖然價錢稍微貴些 但是它質量有保證 是物有所值 這把文武刀 是家庭上非常實用 它可以切肉切菜 剁雞 帶有硬的東西 都可以用得到這把刀 它使用率比較高 這把只能夠切菜切肉 這把文武刀比較實用 因為它重量夠 鋒利 而且可以切大骨的東西 斬雞、切魚都比較適用 現在我們就介紹一下 以下幾把刀的用途 這把就是我們通常拍蝦狗肥的刀 這兩把就是雙立人的刀 我們買回來的新刀 最好都是開開封 放上少許的洗潔精 我們磨刀先把鞋磨刀 我們新買回來的刀 稍微開開封就可以了 大家磨刀的時候 按照刀口的角度 大約是45度角 將它前後推 用力均勻 但是這一手要保持平衡穩定 不要把刀鋒磨掘 那個角度是比較重要的 大約我們跟回它的45度角這個位置 手要保持平衡 手要保持平衡 磨完鞋那邊 我們就磨滑石 開一個刀鋒的刀 就更加鋒利 好嗎 可以放在一起 包吹 倫敦 我們下一個刀鋒 在一起 烤膜 裠膜 掉 新買的刀的屁口比較鋒利 用滑石把刀剝開後便不容易解開 刀的重量足夠 斬雞刺肉非常合適 現在這個商納人刀具 在商店和亞馬遜網站都可以買到 放上小許的洗潔精 磨刀上來便更方便 而且效果亦非常好 然後再用來便更方便 用來便更方便 用來便更方便 行動 好 这把刀我们除访称为双刀 也就是叫片刀 它只能是切菜和片肉 大骨的东西也不能使用 如喜欢美食的朋友 将这些刀具置齐 用起来得心应手 现在我们正在磨成骨刀 它重量足够 是专门斩骨用的 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了这些随房用品 现在这两把双立刀具 我们在亚马逊网站可以买到 一把是文刀 一把是文武刀 这把就是拍比刀 如果喜欢做虾饺的朋友 这把刀是非常实用 这把是陈之记的骨刀 这把也是陈之记的桑刀 这些刀具在点心专卖店 都应该会有得买 喜欢美食的朋友 这些刀具是非常必要和实用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